各位大家好 今天星期五是1月15日 1月2021年過了十多天 剛剛推出了中原大灣區指數 我們做一個連結 全年計算中原大灣區指數是升5.2% 有9個城市升 指數來計算是3個指數就下跌 11個城市裏面 如果說最升得多的城市就是深圳 而深圳全年樓價升了27.3% 是11個城市之冠 明顯看到都是因為疫情 其實2020年香港全年 我想有十個月都受到1、2、3、4波疫情的影響 到今天我們第四波疫情 都可以這麼說 就未完全克服 所以整個經濟動力都不夠國內快的 所以深圳是升27.3%是正常的 而香港計算 其實如果我們用中原香港城市領先指數 CCL或七洋物股計署 各樣指數的統計 其實香港整體的樓市 2020年是跌了1%左右 我們可以形容為是橫行的 但是如果對比人民幣的兌換 如果我用我們中原城市 中原大灣區指數來計算 香港這部份是跌的 是跌7% 剛剛好就抵消了去年全年 因為人民幣升值的因素 令到我們計算出來的大灣區指數 香港區是跌7% 反過來來說 如果拿著人民幣來香港買物業 是非常有利益的 看走勢來說 如果疫情受控真的通道關的話 希望在今年第一季 即在二、三月或者第二季 真的用人民幣來購物 是差不多有九折的優惠 所以來說是非常有購買力的 這個也是我們看好2021年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 人民幣升值很多 在2020年 整體來說 如果說指數 反映整個大灣區的活動 澳門也是同樣受到人民幣的影響 令到它計算出來 澳門的城市指數下跌 香港和澳門都是有少少相同的 都是受疫情所拖累 未能盡快擺脫陰離 所以來講疫情的因素 佔很大部份 去到2021年 其實好消息比較多 大致上都是會看好後市的 如果全年我們用香港計算 如果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去到年尾 我們估計 起碼升到7至8% 如果真的升到7至8% 樓價去到190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190的宣言城市領先指數 就等於歷史高位 就是19年6月做過的 這亦反映香港2021年 應該是比極太久的 最初是指數 另外一個比較利好消息 就是中美的糾紛 就應該有機會舒緩一點 因為新的拜登政府 下個星期正式上場之後 我估計沒有對上四年那麼差 如果新的拜登政府 是跟對華政策鬥爭一定有 但問題如果比較上 用一些手段沒有那麼刺激 令到大家的經濟有機會喘息 我相信在股票市場反映 如果新政府應該是 對經濟的衝擊沒有那麼大 而一言如果新的美國 中美關係 就是香港的疫苗希望 加上低息環境會持續下去 我們都對樓市和樓價 是比較正面而且看好的